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今天是不良大叔第四集 今天很特別 就是那個 嬌子 我們一個不太接近的 叫嬌子 他上一集不是說他有點 就是他太紅他已經受不了了 他現在成為焦慾症 對 今天他真的想要停一下 他覺得 我們記得各位聽眾 我們上一集說 我們是教育類36名 但是我們今天 大概纏連了 台灣Apple的Podcast榜 第一名已經5天了吧 哇 所以 對 我們 我其實這個禮拜 我覺得我們也 你就無心工作 你整個一直在刷那個 Podcast的都排第幾名 對 一直無心工作 好 我說真的啦 其實這個衝擊滿大的 本來講在那邊開玩笑 然後突然有點 所以我想說這個禮拜 能夠教育類20名 就偷笑了對不對 對 誰知道突然就到第一名了 然後 而且是不分類第一名 所以 當然很開心 然後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開始有點不自然 沒有沒有 我很自然 你很自然 好 不過那些 你不要讓人家誤會 以為Pod真的 真的就不回來 這個 搞不好 你到時候排名就往下掉 好 那要解釋一下 Pod的是 因為今天因公出差 對 他也是有在做事的 也是有在工作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找到 我們這個 我跟這個 阿智的好朋友 就是不良孕婦 不良孕婦 劉冠宜 大家好 各位這個 劉冠宜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台大中文系的學妹 然後很厲害 以前他創的這個小日子 這個小日子的 當過小日子的社長 社長 然後後來又被那個華山文創 找去當這品牌長 對 品牌長 然後他最為人知的 就是在韓國離太院 那個時候 那什麼是為人知 那時候離太院不是有人被 被踩踏 快要被踩踏 然後 他在現場 一個悲劇 他剛好在現場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 這個最被人知還滿無聊的 所以我說 奇怪 這個人很變熟 老師很會介紹 這個大家有印象嗎 他從那天回來後來沒多久 就懷孕了 還是真的之前懷孕 我在補充兩個 很為人知的 我補充 你講得出來 郭台銘 不是 不是 這個時候 沒有要講郭台銘 我要跟老師 我想說講郭台銘 那個直播會往上跑 好 離太院怎麼樣 沒有 另外一個為人知的是 郁哲妍上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在街上遇到他 那張照片是我拍的 你們兩個是不是不知道 郁哲妍是誰 我有知道你 你那張照片 我知道小哲妍 我不知道郁哲妍 你連講出來的AV女 我怎麼突然變成 Bot的身分 你突然講出來的AV女 都好有年齡感 小哲妍已經是 比較久以前了對不對 還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去年台北市國小 營養午餐吃到收水 這個也是 你怎麼那麼drama 對啊 跟李泰院有拼對不對 有那個就是 營養午餐有吃到收水 然後因為剛好是 營養午餐吃到收水 剛好那個是 他們家小孩念的學校 那他是一個 很有正義感的家長 可是好像這個事情 就也不聊聊吃 所以冠營也滿不爽的 但我跟你講 最特別的是 那時候Bot說他要出差 對啊 其實我跟Benson 第一個想到的 其實都是同一個人 就是冠營 真不知道這個是讚美還是什麼 但我跟你講 我們就說 哪一個可以取代Bot這麼激巴的 笑不出來 但我必須說 我覺得 我今天壓力其實很大 大家也知道 Bot就是很愛嘴大家的 可是我剛好就是在排名第一的時候 他出差 他就出差 他就說 然後如果回來的時候 排名沒有第一的時候 他就說你看吧 會被他嘴爆 就說他多厲害 就是你看沒有我 你們是不是就沒辦法第一了 對 所以冠營你要加油 我今天要認真講話 對 但是我對他很有信心 因為我認識冠營 我那個第一個想到他是因為 他真的很愛靠北貨 而且他講的話題都滿辛辣的 所以我今天跟冠營講說 你今天來就是做自己 真的 對 不要禮Bot 而且你今天又準備特別辛辣的話題 對 今天 你為了這個話題 不是我準備的 是他們準備的 你這禮拜是不是都作義難難 其實應該是這樣 這個禮拜 他說要談感情 對 感情這個話題 從兩三個禮拜 其實就說要談了 他就一直逃避 不是 一直到這個禮拜都還沒有在談 不是逃避 上來一集光講個長頭髮 就講了半集 然後後面我們講什麼 我也忘記了 後面講長頭髮 髮質 然後怎麼騎摩托車去吹頭髮 然後後面我們又講了什麼 講到Sales 對 Sales 就Benson在講教育經 對 講完就沒了 講完就變成我連歌都只唱一段段而已 對啊 坦白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 就是 我坦白說我這個 這禮拜大概刷了不良大書 那個Podcast我大概每一集 大概都聽了 大概六七次 你真的是愛上不見 你真的是有點誇張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怎麼這麼好笑 然後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 冠儀是品牌長 他其實我們很多問題都會問他 冠儀我先問一下 你覺得我為什麼會第一名 其實我們自己討論半天 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我覺得太紓壓 太北藍 太北藍對不對 有觀眾說你的麥克風有點高 麥克風有點高 他想要看清楚你的臉 你可以這樣往下壓 有漂亮嗎 這樣聽得到聲音嗎 可以 好 然後我要特別 這三個人現在畫面上誰的 這臉的大小的排名 剛好是 從右邊 好 這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孕婦臉還這麼小 這不簡單 而且我跟你講 冠儀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緊張 對 因為我問他說 你遇產期什麼時候 他說anytime 然後我就說 不會在直播的時候 你就要臨盆了吧 你問我的時候 你們兩個根本沒有那麼 carry 有 我們其實蠻戰戰兢兢的 隨時要打119了 對 而且你們是不是很期待 我現場臨盆 然後導致一個收視率 Bew高的狀態 這個我們 我們是沒有這麼的 對排名這麼在意 朋友的安全跟健康 還是我們排第一的 為了跟Bird的拚了 對 不要 先不用 這個這會傷心我了 不要 其實蠻感人的 因為冠儀9個多月了 對 其實隨時真的都要生了 然後9點半 要跟兩個大叔 在這裡打賽 很謝謝冠儀今天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把Bird取代掉了 我跟你講 Bird現在搞不好在看 有 他剛剛有在 他就在評分 想說這個不夠靠北 這個應該要再講健一點 要是我在現場 我就怎麼笑他 對 但好 回來 到底為什麼你覺得 我們不良大叔會第一名 其實老實說現在市面上 這種大叔等級閒聊的節目 都沒有那麼好聽 真的嗎 對 其實我們兩個 我剛剛跟他車上聊 我就說 因為我們兩個也不聽Podcast 對 然後我就說 Podcast到底是什麼生態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兩個這樣 我們三個這樣隨便聊一聊 沒有隨便 好啦 沒有隨便 但是我們才拍三集 四集 Podcast就第一名 然後從此以後我就想說 我來聽聽Podcast 其實因為錄了這節目 我才去聽Podcast 然後你就聽了別人的 我才開始聽別人的 發現大家都不怎麼樣嗎 沒有 這個我們不好意思講 這個可能要你講 我們把球丟給你這樣 可是我覺得你們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就是你們的節目上 跟私底下相處一模一樣 你都是被大家霸凌的那個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在這個節目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像鏡頭在前面 但是我真的沒有意識到 沒有意識到鏡頭 那個鏡頭的存在 我覺得就是很自然 很自然 他剛剛講的一個關鍵有沒有 私底下也是你們兩個在霸凌我的 沒有 那我什麼霸凌 沒有 老師 我們只給予善意的建議 善意的建議是什麼 有時候是比較辛辣一點 但是也都是為你好 但是坦白說 我覺得觀眾也愛看 沒有 沒有這樣子 這個沒有 沒有霸凌你 好了 不是霸凌 這就是人設 就我平常就是這樣子 開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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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那你覺得呢 Fansom你覺得為什麼會 沒有 我就覺得就 這個應該是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因為四個人 三個人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 人生有相當多的一些 閱歷跟經歷 對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就是 有的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 其實在這個 在這個 現在的生活當中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都蠻 壓力也蠻大的 所以大家聽會紓壓 就笑一笑 開心一笑 其實 對 我遇到很多人說 真的聽一聽 其實我們Podcast非常長 在Podcast裡面 一個半小時 對 我們是90分鐘 這麼長 可是很多人都說 聽一聽 就聽完了 然後就是 不用用腦 好像我們講的都很沒腦一樣 他說就是邊收東西 折衣服 洗衣服 就把它聽完了 然後就是 很多人說他上班聽 都會不吃這樣 一直偷笑這樣子 沒有 上次是說有一個 在做美容 他在做美容的 對 有一個5萬人的媽媽社群 他說在做醫美的時候 然後就 臉不能動 但是就一直 然後就很痛苦這樣子 然後是我朋友把它結 因為他有在那個社群裡 然後結出來說 你看你的節目多棒 然後我就開始問說 都沒有人因為教育的內容 而喜歡我們嗎 他說沒有啊 有啊 我怕是有講一件 沒有啦 應該是說 我們把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透過一種 就是好朋友在那邊吐槽來吐槽的去 其實還是有內容的 如果冠儀有聽的話 有啊 有啊 你知道Benzel就最愛講道理啦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這邊 真的在講耶 對 我們就一直在穿插一些好玩的事情 對啊 假的好像 好像你最好玩 我不好玩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好玩 他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今天主要找冠儀來 我覺得某個程度 我跟你講他現在是還沒放開 大家你不要 他沒有放開 他還沒 他不是這樣的 你想要遭受什麼樣的態度 對 然後你跟他講說 樂人的經歷 就是我們已經大概到 冠儀是 我可以講你的年紀了嗎 可以 71年次了 所以他也算是高齡產婦了 40 40 你看 你去40了 40了 我覺得你看起來30集而已 40年了 老師 你是什麼態度 你請人家來看個唱 然後你 這種 不是 你那個太快了 你那個說看不出來 太快了 不然要怎麼辦 你說他那個節奏不對 你再說 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我說你40 然後呢 你說 你的眼鏡 你的眼鏡太流裡流氣了 你眼鏡超那麼大 就是你不能馬上 其實說看不出來 你要稍微醞釀一下 不能太快 女生很敏感的 真的嗎 對 所以你太快給他讚美 他就會覺得 他會覺得說 你的油嘴滑神 不過他人設不會 對 老師不會 你的話才會 你就是油嘴滑神派的 而且演技都超流氣的 對 我是節目效果 所以你說今天要談什麼 那現在就談感情 對 感情這個話題 我感情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乏在 我為什麼談感情 我要請冠英來 為什麼 因為跟妳講 他越人無數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問妳們兩個比較會講 妳談過多少次戀愛 戀愛 其實我的戀愛滿晚開始 老師妳知道 我從高中 大概小六 老師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高中的時候 他長得很像李開副 李開副 他高中的時候長得很像李開副 那個後製 後製的時候把李開副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比較晚的時候才開始 我已經吐得太氣了吧 我剛剛才不是手伸 或者捏他 寶寶要緊 我把他耳朵遮起來 他耳朵現在到底在哪裡 什麼李開副 怎麼會女生長得像李開副 他之前有貼他在 景美女中的照片 而且老師剛剛還自己想起來 這一下我就一開始說 這一下李開副 妳真的有一種天分 就是覺得人家像誰 真的 他上次說那個演員像周潤發 那個演員自己來 他自己也重新發現自己 你說莉娜 演莉娜 雷加娜 對啊 雷加娜 他人家說人家周潤發 真的蠻像的 而且他講話這樣 你不傷人嗎 說一個女生長得像李開副 周潤發是帥的 好看的 那李開副妳要怎麼說 李開副 老師還一直在那邊 就變說什麼 我長得很聰明 所以你高中就看見一副聰明一樣 然後我還繼續跟他在那邊 我們問一下那個電視機 不是 那個直播的前面的人說 有個男生誇你長得很聰明 你會怎麼想 而且老師還在那邊變喔 他在臉書上跟我變 然後我說老師 我高中的時候很受歡迎 超多建宗男生 你學弟很愛追 然後我還cue我同學說 大家都很崇拜李開副啊 對 然後老師就說 你那個年代男生 大家是不是喜歡李開副啊 李開副在那個年代蠻好的啊 所以大家崇拜李開副 一個女生怎麼會喜歡人家 叫他李開副啦 我沒有說他喜歡人家叫他李開副 但是他真的很喜歡李開副 他沒有在管人家的感受 他真的很像李開副啊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 大家都認識設計大師馮宇有沒有 然後也在搭槍 對 搭槍 馮宇也覺得你像李開副 沒有 他講出一個 講出一個更討厭的 我覺得更討厭 他說你像誰 他講了兩個 他說我長得像邱毅 邱毅 立法委員邱毅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我很棒 我覺得你的 我覺得李開副 是已經算不錯了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還講了 中年晃啊 這個你們知道是誰嗎 中年晃 名嘴 我覺得李開副 不算這一群裡面比較好的 算不錯 這比較有氣質的啦 我這樣心情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妳滿 要動得太激 我覺得妳滿會自我排解的 滿好的 所以我就說我的戀愛史開始很晚 那什麼時候開始 大學 從李開副的時候 大學 所以大學就不像李開副了 他 不要再逗他笑了 我回家 等一下 結果剛開始 剛剛導播是不是說 馬接在附近 對 馬接在附近 所以妳下學 大幾 大一 大一以後就不像李開副了 我怎麼樣用老師的脈絡 一直轉下去 大一開始談戀愛 對啊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女生 都有一個長相的轉捏點 就是高三轉大一 對 因為高中的時候 大家都會戴眼鏡 然後我那個時候 為了破釜成舟 要考上比較好的大學 結果我就剪了一個 非常短的頭髮 對 就像李開副 要不然我現在找一下照片 精品 後製就好 後製就好 然後就長 反正長得滿可怕 以女生來講 但那個時候 可能從內而外散發出一種 老實說智慧的氣息 所以我高中的異性緣 其實還是不錯 只是沒有談戀愛 所以還是可以當朋友 還是把你當作追求的對象 你在講 沒有 我是說當朋友 還是當追求的對象 我個人理解是追求的對象 真的 對 這麼驚訝 你會表情管理 不會啊 你現在看冠銀看起來是正的 高中的時候 你就不要看過他高中的時候的照片 你有沒有在聽他講話 你看過以後再說 好嗎 好 然後反正大學以後 就放飛了 對啊 第一步一定是拿下眼鏡 就講到眼鏡 你自己知道啊 你剛吃飯的時候 也給我們看過你眼睛啊 你要不要拿下眼鏡 跟大家分享 拿下眼鏡 哪時候來cue這一part 就是這個差很多啊 沒有 我們主要的受眾是podcast 沒有 你拿下眼鏡看起來滿帥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要 這比裸奔還要再更嚴重 因為我們剛剛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突然心血來潮 問蘇長志 他眼睛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褒貶兩指 所以他就沒有拿下來給他看過 不是 我說 都要跟我很親密的人 才會看著我拿下眼鏡 你看大家願意花禮拜一晚上的時間 那麼寶貴的時間在看 他們不是要看我拿下眼鏡 你現在跟他們不親密嗎 人家 會不會重粉 所以怎麼樣 禮拜一 最重粉 怎樣 把眼鏡拿下來 看一下眼睛 5秒鐘 5秒鐘 又不是其他的器官 眼睛而已 眼睛又不是裸奔 5秒鐘 給大家看一下 這幹嘛 就是因為你不想 你也不想拿看 我們主要的TS是在podcast 你們不要一直在拿下這個事情 不要一直用視覺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還是回到剛剛那個 沒意思 沒意思 反正眼睛 在眼鏡後面差很多 所以你自己知道嗎 對 我知道 對 剛晚餐的時候 你有秀你的眼給我們 我覺得看起來就 忠厚老師的樣子 你說拿下來了 整個人完全不一樣 整個人就讓人家覺得 是一個非常善良 現在是多不善良 可信度很高的 到底會不會講話 你們 大家都希望你拿下來 拿下來一下 大家 然後大家 你看 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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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先一千顆星星 我在哪 沒有那麼隨便 你情緒都是鎖大家 你看人家叫拖多拖 拖眼鏡 人家叫你拖多拖 你怎麼這種不乾不脆的 就是這樣一個創業的人嗎 臉上的眼睛 又不是其他眼睛 拿下來 你看大家都是 大家都一直在呼籲你 到底有什麼好看的 你就是想看 而且你在羞澀什麼 你又在 不是 你越講 我就越羞澀 本來就沒羞澀 你又在蠕動人衝了 對 來 那邊一直在那邊 來 三秒 好 三秒 來了 我看 我好像在拖 我好像在拖什麼 來了 好 反差猛 看起來就很忠厚老實的樣子 對 好 可以放回去了 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你近視很深嗎 滿深的 幾度 六百多 我覺得他剛剛跨過一個人生的大關卡 對 這是 他現在整個人變得不一樣 對 跟剛剛那個裸奔 其實有點像 20年後我脫眼鏡就是我的裸奔 你敢脫眼鏡 這讓你代表 你可以敢做不一樣的事情 難怪你失業這麼成功 我終於體會到你們一個話題 我就跟你講一個感情 為什麼會聊不到 光脫眼鏡就弄了10分鐘 好 回過來 你脫下眼鏡 眼鏡就差很多 就不會像李開副 然後就會很多追求者 那人家是怎麼認識你 比如說休克的同學遇到 還是戲上的同學或是怎麼樣 學長就一定會跑過來 還是學長 大學的時候不是都會抽學伴嗎 學伴 對啊 因為台大的那個 這個是有點口述歷史 那個可能跟年輕的朋友 同學講一下 什麼叫抽學伴 沒有 年輕人可能現在沒有了 學伴就是說 通常 異性比例差很多的嗎 通常就是 你可能大一進了某個系 這個系譬如說像電機系 以前我們電機系好像會跟圖姿系 或是 就會 兩邊都講好 就是說 這邊的 1號配 25號什麼之類的 就有這個所謂的學伴這樣子 那你們有聽過抽鑰匙嗎 就是聯誼的時候 聯誼的時候機車後面要載誰 你看是誰在亂 我們在講抽學伴的時候 你又跑出來抽什麼抽鑰匙的 可是抽鑰匙比較好玩啊 真的 妳有抽鑰匙吧 一下就進展到 那個是已經要出去 要夜遊的時候 最早是學伴就對了 對啊 一開始是學伴 然後學伴只要抽到妳 就愛上妳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台大 因為大部分的科系 男女比例都差很懸殊 你是國文所以女生比較多 中文系 中文 對 我們一屆大概都才五六個男生 然後女生就六七十個 所以妳就基本上是台大的寶就對了 就很多女生在這裡 反正就是跟工學院或電資學院 男生是抽學伴這樣 可是他們電機的都不是宅男嗎 嗯 大部分 害我蠕動忍衝 大部分是 來 給妳講一下 我不以置評 沒有啦 電機系有很多很厲害的啊 你說把妹很厲害 你如果去看我們那個電機系 那個電機之夜 或那個每個熱舞的 跳Locking的 或是跳那個 每個都很厲害的 所以我們 因為我只認識這個電機系 台大電機系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 他就是很乖這樣子 我們學生有很多很厲害 很fuck的 對 帥的也是蠻多的 真的喔 對啊 有帥的 真的蠻帥的 你今天怎麼對他那麼好啊 我剛來的路上 你不是一直要串通我嗎 沒有 我一直想說給妳diss 因為我不是這個角色 所以妳 妳談過的戀愛當中 妳覺得最奇葩的 開頭 開頭就是從跟台大的同學或學長交往開始 所以大一就開始了 對 因為離開父馬的關係 所以戀愛時就開始的很晚 然後就到大學的時候才開始 也沒有很晚 我也是大一才交女朋友 就我們這樣都偏晚 妳什麼時候開始交女朋友 小學吧 幼兒園 什麼幼兒園 從回兜兜裡面 我跟妳 妳覺得交往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 就是嘴巴會說我愛妳啊 妳愛我這種 那幼稚園真的就有啦 幼稚園喔 蘇洋芝就是這種水性揚發的人 什麼啦 客家家門跑出來 剛才我開始擔心了 我老婆現在正在看 你們都打預防針打了一個禮拜 沒有 我覺得打了沒有用 真的 對 她現在盯住我每一句話 所以你們會覺得 我今天講話稍微小心一點 沒有用啊 反正我講完還是你要講啊 他講完就換妳講了啊 對啊 妳講完了就這樣 還沒 我剛剛光是李開副 我們就在裡面糾結十分 李開副講了快20分鐘 妳不要再擔心了 不要再擔心了 OK 然後反正那個 上節目前 然後蘇洋芝就跟大家講說 要準備感情這題目 對對對 然後我就從我的 前男友庫裡面挑選了 前男友庫 這麼厲害 前男友庫 就對了 畢竟我是李開副 那個資料搜尋 跟整理這部分是蠻厲害的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你們還是在教育分類裡 我就選了一個 我個人認為兼具一點教育意味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 老師應該會想要講評他 他是我的台大同學 同一屆的 同班嗎 不同班 你看我們在聽 學伴 對啊 我們班才幾個男生怎麼交往 然後反正就是同屆的同學 但因為他家境很好 就是大學的時候就是 開跑車 對會開進學校的那種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要帥帥的這樣 然後對台大男生來說 這算稀有種 所以反正後來就是 你這句話 你這句話會得罪人 台大好像已經得罪 那個人可能感到真的很帥 那有什麼得罪人 就這種皮皮 你應該是要看到那個照片說 比這個帥的很少 那才叫得罪人 那個皮皮型的 比較少見 那是你追他還是他追你 因為我本來好像是喜歡他的朋友 但默然回首突然跟他在一起 他講不錯 默然回首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講這招叫聲東擊西 這女人不簡單 又來 沒有 真的很多都是因為 比如說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故意 對 我老公當年追我的時候 一用這招 他到現在死不承認 他一開始追你的朋友 你閨蜜 他跟我討論了 聊的話題 對 我跟你講 他就說他要追一個在 我跟妳講 跟非凡新聞台來講出來 上班的女生 然後就跟我講說 然後妳們就有話題討論 因為妳要去 妳們兩個要講說怎麼去追她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跟你講 我其實很會牽紅線 然後我的紅線的秘訣很簡單 你的手指看起來有點猥褻 什麼是牽紅線 為什麼牽紅線 對 就是比如說我要撮合你們兩個 絕對不能讓你們兩個 直接 直接 我要故意撮合你跟他 你們兩個就會有話題 而且你們會完全沒有心防 聽得懂嗎 就是你們兩個會討論 他要去追她 跟我屁事 我怎麼會 但是他因為跟你屁事 其實他想要追你 可是像老師這種腦袋單純的 算了啦 我覺得舉你不好 因為你 你說好 比如說你想要撮合這兩個人 不是 比如說 但是當然 我想撮合是他也有對你有點意思 然後呢 所以我就不會故意撮合你們兩個 我故意撮合你跟他 但你的心裡面知道 你是喜歡他的 所以你們兩個會去討論說 阿智很煩 每次出現都一直在那邊撮合 那如果他沒有找我討論的話 怎麼辦 我就會讓你們找 因為四個 就是幾個好朋友 就一定會找你討論 這麼心機的劇 上次我們就講說 Burt我們就跟我 我就說你這個心機很深 不是心機深 那是要用方法 那個叫設計 就是 那就是設計人 不是設計人 就是你 你如果想要他們成 你不可能讓他們兩個知道 彼此 就是故意要撮合你們 那一定不會成 就是這兩個 如果說彼此好像 有一點好感 但是我就不要撮合你們兩個 因為那通常都會破 我就是這樣子 我促成了好幾對 你真的是幾場高手 但我不用包生 對 不好意思 有被我促成後來離婚的 我在這邊鄭重跟大家講 我沒有包生 我就讓他們 所以這是一個經典戰術是不是 我牽超多隊的 如果 各位如果想要認識彼此的 你是說在你的本身 校長本身也有在 審司團裡面嗎 對 因為我這邊有很多資料庫 其實身邊很多很棒的女生 也找不太到男生 真的 台灣男生 對 撮合人家好這一招 對 我也是今天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們真的太淺了 不是 那繼續 反正那個 開跑車很帥 皮皮的 皮皮的 本來 你是在跟他朋友交往 我喜歡他的朋友 我覺得我也喜歡那個朋友 但殊不知 因為小痞子比較好相處 比較好相處 他就是那種 好相處差很重要 對 然後個性很貼心 然後有時候會在一起討論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的事情 皮子為什麼會貼心 皮子不是就 不貼心嗎 他們都比較 皮子也是貼心 皮子叫皮子 我也算某種皮子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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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熊 你這個脈絡要跟聽眾講一下 我不用講 這文青熊 好可愛的感覺 文青熊 所以你覺得你像 花博熊 圓山熊 你覺得你也是個皮子 就是從外表 什麼是皮子 皮子叫什麼 皮子好 從外表看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樣 遊戲人間這樣子 是因為自然捲捲法嗎 沒有 我跟你講我很衰 我就是一直都被貼標籤 就是我看起來是不是酒量很好 對 我酒量超差 我好 我沒跟你喝過酒嗎 有吧 你沒有 但是我就是酒量很差 但是我的臉就會告訴大家 我酒量很好 可是你臉上就寫著我海量 所以咧 我海量 沒有 就是 酒量是皮子 大家都會覺得我長這樣子 就是 什麼樣 什麼會 幹嘛 喝酒 把妹 怎麼樣 其實都不是 你就是會 會 你故意就這樣子講說 大家看我這個樣子 就以為我很會 其實我是一個很貼心 很顧家的男人 而且你講完還自己在那邊舔舌頭 我更噁心 你怎麼看這麼細 你比如說其實我都不會 我會被你噁心死耶 他看得好細喔 他跟他說什麼 我只要沒話講的時候 仁宗會一直在那邊抖肉 仁宗會蠕動 仁宗會蠕動 不然在diss你的時候 你一直在那邊這樣 我想說 其實我後來才發現 真的我有耶 你幹嘛不講話 一直在那邊蠕動自己仁宗 果然女生看得真的比較細耶 對啊 你就是痞子 好 回來 好 你還沒講完 反正後來跟小痞子在一起 但他個性也是蠻貼心 所以在一起的時光算蠻快樂 但因為那個 他算是我的初戀吧 然後後來劇情就急轉直下 不知道在哪個moment 他突然發現 他愛上 他又重新喜歡上他的初戀 他喜歡的不是我 我還以為是他又看到你高中的照片 哈哈哈哈 他說 他說馬特 我怎麼會愛上李開副 這幾錄完 一比成左手全部都 以後會說 李小姐你好 李開副小姐你好 一比成率先去馬街醫院 所以他就 他又回頭走他的初戀 對 他就說他突然 而且是毫無徵兆 對 他就說他突然發現他最喜歡的 還是他的初戀 他的初戀是多久以前的 他高中的女朋友 高中的女朋友 然後也進來台大嗎 我就有點忘記這地條 然後總而言之 他就回去找那女生復合 然後中間我就非常的悲傷 畢竟我很愛他 而且又初戀 對 然後時間快轉了 他又突然發現 他不是愛那個女生了 然後又回來他找我復合 又找你復合 對 他就渣男了 對 是沒錯 很難找他 我覺得他這中間 有幾點怪奇的教育意義 然後後來他回來以後 我們又在一起了一陣子 但是 他就被惡一了 惡一老師要不要解釋一下 沒有 惡一現在好像沒有惡一 對不對 他現在沒有惡一了嗎 惡一三 反正總是最近有一個年代 就是你學分 有二分之一以上都被當掉的話 你就要留級了 退學了 退學 是退學喔 不是留級喔 台大是直接退學 台電愛 但是退學 他如果住台北還是給台電愛 對 就因為退學你就 他其實是台大的學生了 你就不跟他練了 你就不跟他談戀愛了 不是 你就拋棄他了 沒有 然後他 差點被惡一 然後他媽媽就是 到底是想把惡一 是差點惡一 惡一了 然後他媽媽就跑去學校求教授 然後就幫他挽回了一次 因為只要一顆回來 其實就勾回來了 但是這個我要講一下 以前就是有這種狀況 就學生就一直跟教授 到處拜託說 教授我要被惡一 我就插你這一顆 求求你 結果 結果全過 結果全過 因為他跟每個教授都這樣子講 以前沒有數據 沒有同步 每個教授都覺得他是 自己是搬騙一顆 結果他全過了 所以後來教授 也因為這樣我覺得後來 教授大家都覺得說 就不會隨便放水 又覺得說 那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 我是真的是關鍵一顆 我不知道 老師你回來教授 還有這個制度 還有 那人家來求你 你會 沒有 很少人來求我 沒有 沒有 比較少 對 然後那時候 我要幫他講 他的課都很搶手 大家都會來上課 都會很認真 所以根本沒有這種狀況會發生 也是 你人怎麼突然變那麼溫厚 對 我也說為什麼 而且講完又要舔一下舌頭 好 不舒服 我剛剛喝這個 他上個禮拜一直在拉頭髮 然後他太太就在 他的太太就在臉上說 不要再拉頭髮了 那我今天就有克制了 今天就有克制了 今天就在舔舌頭 然後你太太就說 不要再舔舌頭了 你是一種代償反應 叫你不要做 因為我剛剛喝這個甜甜的 就覺得嘴巴甜甜了 沒有 我覺得你在講完 你感覺心虛的話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這個行為 等一下我再注意 他一直舔 然後反正他就有一學期被二一 然後媽媽就幫他求回來 然後結果他下學期 又被二一 就是完全沒有改進 是因為你太有魅力 他都一直在跟你 不是 他本身對學業跟未來 跟人生 跟任何專業項目 他就沒有什麼興趣 我覺得他是老師的文章裡面 常常被寫出來的一種 無動力世代是不是 對 科版就是很 被科版教育教出來的 被推上台大的 對 功課又剛好不錯 可是他本身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他第二個學期 又被二一 他媽媽又去幫他求 結果可能 就哪個老師又心軟了 然後又讓他過了 又過了 然後他媽媽就覺得 關關難過 關關過呢 你很正能量耶 葉秉承 他人生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要想辦法 這破話 不會怎麼辦 然後結果後來 他媽就覺得 那個 哇塞 就是連過兩關 就很驚險 又覺得他小孩很棒 在邊緣竟然就這樣 一直飛過 那有時候會有快感 他就習慣了 習慣這種 每次都是這樣 就是每次都是這樣 然後他媽就買了一部 新的BMW給他 這個樣子還買新車給他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整個 家庭教育跟價值觀 很奇怪 完全不同 你那時候不會叫他弄個什麼 買個包給你什麼的 沒有 那時候你是因為覺得 以後如果跟 下入這個家庭 這樣子的價值觀 你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就毅然決然 我那個時候是第一次感覺到 價值觀跟家庭教育的落差 重要 對 會這麼大衝擊 因為年輕的時候 你不會想這麼多 但是我就想說 其實我覺得被惡醫不容易 因為確實是沒有到那麼容易 對 然後一而再再而三的弄 然後我就想說 你自己對自己的學科 一點感覺也沒有 所以你其實是對未來 對於他好像對未來沒有 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計畫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像跟這樣的男生在一起 會覺得很不可靠 對 沒有安全感 而且我不是覺得說他一定要那個 可是他比較有BMW嗎 我後來就是覺得這點我不行 就是家境再怎麼好的男生 他如果對自己是沒有想法 對人生沒有想法 未來沒有想法 對 然後他就非常的軟爛 然後非常的軟爛 對 超級軟爛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要翻譯 翻譯 反正後來就是他媽媽那一輪事情嘛 就是我後來就覺得他媽實在太怪異 然後在我們復合了以後 就因為交往了幾年 然後我去他家做客 然後他媽媽就是會那種用 在身家審查的語氣 就把家裡的事情都問一輪 問你嗎 對 然後因為他們家住在台北市的Downtown 很Downtown的地方 然後是一個獨棟 但是我那個時候因為年紀太輕了 你沒有feel 你沒有意識到 沒有意識到那是多麼厲害的一件事 對 然後我當時 因為我爸媽搬到山上去住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們也住在山上的社區 然後是一棟 所以同樣都是一棟 對 但地段差很多 那邊還可以聽得到鳥叫 這邊還聽不到 然後那個時候他媽媽又問我說 你住在哪裡 然後我就講了 就是那種新店山上的住宅區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在那邊 然後我就講了一句說 跟你們家差不多大這樣 但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他以為你在比較 我只是說 然後他媽媽就舔了一下舌頭 對 你媽媽為什麼要舔舌頭 結果變蘇雅氏出來 你們是蘇雅氏官啊 變蘇雅氏出來 而且還要一直塞耳後 蘇雅真的很愛塞耳後耶 對啊 而且他每次 他每次塞 其實他都沒有塞進去 頭髮真的太多 就是因為沒有塞進去 才可以一直塞啊 他是enjoy這個動作啊 他是enjoy這個動作 你們可以繼續講嗎 好 你跟麥克風弄進一點 因為我笑太大實 我怕爆麥 我們倒不會專業的 我們常常講到激動都會爆麥 因為老師超常那一 他最常爆麥 所以你說你的那個 我就說跟你們家差不多大 然後他媽媽就 對 對 差不多 你也不看看我什麼地段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 他後來就是一直忍言忍語的跟我解釋說 你們家那邊跟我們家這邊 不太一樣 對啊 他就說 真的好幼稚的 你們家那邊看得到蛇 我們這邊看不到蛇 對 他講的就是更刻薄一點 我們出去就是 更刻薄 怎麼刻薄 他就直接說房價差很多 那我滿直接的 不是他跟一個小女生比這個幹嘛 而且 對 我就想說跟我講幹嘛 然後他想說 我知道了 他會不會覺得是你搶走他的寶貝 對 我可能要高攀他的小痞子 對 殊不知其實我也沒有 所以他大一第一次談戀愛 就遇到人間的冷暖 對 所以你那時候就 腦袋裡面就個警報器 叮叮叮 就覺得要逃離 感覺很難受 如果他把你像個物品一樣的物質化條件 拿出來聽筆 那個小痞子那時候我說 媽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有這樣子嗎 還是說他就靜靜的聽著他媽在 他那個時候不在 然後我後來跟他 我後來跟他轉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什麼感覺 他還跟我說 他反應滿平淡的好像就說 就真的差很多 對 不是吧 他反應滿平淡的 應該是說我媽就這樣 對 他的意思是說 我媽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 對 就是你們家的房子比較便宜而已 對 他就真的比較便宜 他覺得這種事 他這些事情 他講事實不行嗎 對 難道不能講事實嗎 對 難道一定要為了愛而講虛假嗎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 就是價值觀跟教育的觀念差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他那時候很成熟 你說我 沒有 你被人家這樣講 你買我也會不爽 而且一直被 我覺得 這不成熟 就單純就不會不爽 而且那個關鍵點是 你從他一直被惡醫 然後都要媽媽出來幫他喬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 他到底有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女生其實還是喜歡 有上進心的男生 而且我覺得像老師說的 你不一定是 你所有的興趣都focus在你的功課上 是你對人生中要有 真的覺得很有趣的事情吧 對 不是 他是每天 而且他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陪我 對 因為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他就會一直跟著我 可是這種就很無聊啊 對不對 所以你初吻也是獻給他的 沒錯 很會問問題耶 然後你講完是 那初吻的情境是什麼 講完又要舔一下舌頭 我沒有舔 我沒有舔 等一下可以看回放 那晚你情境 我是有忍住 你是壁虎啊 是親吻啊 沒有啦 我說情境是什麼 該類似就是在他車上吧 就是這種花錢遇上 像我們這種騎摩托車的 他的初吻在BMW的車上 對 我們這種騎摩托車的 轉也轉不過去 所以你初吻在哪裡 他初吻可能幼兒園就沒有了吧 沒有 真正的初吻高中 高中 在教室裡面 對 我覺得他舔嘴唇 他現在在忍耐 在教室裡面 在教室 厲害 然後什麼情境 而且是我是被帶的那一個人 你是跟女生嗎 教授別的人嗎 當然沒有 女生嗎 女生 對 女生 你那個A是什麼態度 對 你的A是什麼態度 對 平權 性別平權 對 A有什麼其他想法嗎 是生離女 那是在一起的時候發生什麼 就已經在一起了 對 在一起 然後他談完他的初戀 要不談你的初戀 等一下他還沒談完 你幹嘛這樣子 差不多了 所以就是媽媽這樣子 所以你跟他提分手這樣嗎 對 最後我就是 因為其實 受不了 第二段回來的時候 我都是抱持著 因為已經 心裡面已經對他覺得有點白疑了 而且一開始 媽媽又這樣子 又大減分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一直在想說 他這個人還有一個妙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男生在成長過程當中 常常會出現某些時刻 不是很了解自己 對 會少年為特的煩惱 因為就譬如說他突然的 覺得他愛上他的初戀情人 回去找他 然後也是 兩人在一起很短就分開 然後我後來對於那種男人 突然出現的迷惘 就覺得還滿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男生常常會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經歷被人家拋棄 就會覺得 就是他回去找的時候 然後後來會回來跟你復合 這是人生中第一次談戀愛 所以第一次被拋棄 對啊 可是說不定 像蘇洋芝就是第一次談戀愛 然後第一次拋棄人家 然後第一百次談戀愛 他也是第一百次拋棄人家 這就是刻板印象 對不對 你就看我的臉就覺得我會拋棄人家 情場勝手啊 沒有 那不然你是怎麼樣 你的初戀是怎麼開始的 我跟你講 我的初戀 蠻特別的 怎麼說 我上高中 高一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有一個喜歡的女生 坐在我前面 然後班上 有高中同學的我在聽 這都可以印證的 然後我們班上美術班 因為那時候中正高中只有 美術班女生比較多 還有舞蹈班跟音樂班 然後我們班上就出了一個笑話 是真的大家認可的笑話 然後這件事情 他在高一 就是學期中的時候 快快 第一個學期 上學期快結束 寫了一封信跟我告白 你說笑話 笑話寫信 對 你看 就是這個表情 我跟妳講 這件事情連我畢業過了十年 我跟大家講沒有人要相信 沒有 他 他是全國美展的 那時候得過全國的展嗎 沒有 他們 我跟妳講 後來我才 你不要告訴我 他看中我不是你的才能 他看中我是我的身材 我發誓 我後來 我跟妳講 你剛才那個身材是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我那時候有六塊計 我那時候是游泳隊跟籃球隊 真的假的 你去問 我跟你講現在如果 問誰 我有高中同學 正在看我的直播的 拜託幫我平反一下說 我剛剛講的是真的 一片靜默 沒有啦 你這個 你現在這邊沒有辦法看到留言人數 好 我來看一下怎麼看留言 你現在是現場call in開外掛 希望人家幫你講話 可以 好 沒關係 如果你們不信就算了 反正我就繼續講 因為我覺得每次要解釋這個 我跟你講光笑話追我這件事情 沒有人會相信 對啊 對 好 然後 沒關係 因為我那個信還留著 所以我們同學會每次都說 你把那個信拿來證明一下 是他先追我的 好 因為那時候我沒談過戀愛 我問你 這就是跟上次Benson講的 我沒有選擇一個笑話追你 你覺得你可以拒絕嗎 當然世人都不會吧 是吧 對 可是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也懵懂懂 我想說笑話都追你了 你在煩惱什麼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你那時候有愛他嗎 沒有 只是因為他跟你告白 所以你有點 然後就想說笑話 有點虛榮 沒有 虛榮再加上很慌亂 就不知道怎麼去釘這個 你沒有愛他 笑話會不會現在也在聽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講完 因為後來我們 多年後四幾歲有和解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順著這個流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好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心裡面 是喜歡另外一個人 那個人還在喜歡另外一個 那時候我 我本來就喜歡另外一個 坐你前面的那個 對 然後笑話是突然衝出來的 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 然後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就是 也沒得拒絕 然後也很 你沒得拒絕 是什麼意思 沒有 那時候 假的好像你被強迫的一樣 十五六歲的 那個青少年荷爾蒙 有人追你 又長那麼漂亮 又是笑話 那時候我坦白說 我腦中我記得 我沒有出現說不要 的可能這個選項 也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 那時候其實也不太知道 我是不是喜歡那個女生 另外一個人 前面的 對 然後就這樣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才是 惡夢的開始 惡夢的開始 惡夢不是惡夢 你耳朵是有問題 我想說我 惡夢的開始 要變成A片 好 我跟你講 因為 高中不是在自我認同 很強烈的時候 對啊 那因為她是笑話 所以我變成全校公敵 你原來是惡夢 因為被大家全校不爽 還是你本來就是全校公敵 你沒發現 那時候還沒那麼紅 但是因為跟她在一起 全校的男生都討厭我 這不是就偶像劇 才發生什麼 真的 沒有 因為他們會在 他們就覺得 他們就會常常畫那個壁畫 然後就寫我的名字 然後一朵鮮花 插在牛糞上這樣子 類似這種的 就類似這種語言霸凌這樣子 那有什麼 講的也是真的 可是你有6塊7 沒有 可是我那個笑話女朋友 174公分 然後妳知道我們頭很大的比例 就是雖然我176 但是我 妳有176 我有176 好 沒關係 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的比例 看起來就五五升 她看起來就是很高的 所以就是很不登對 然後妳知道 年輕的時候不是都會幻想說 這樣搂抱女朋友 她那個超然搂的 她那個要這樣子 類似這樣 那反正就是 我坦白說 我度過了一個 完全很不開心的高中 因為我是班隊 我是班隊 都沒有人出來幫妳講話 真的嗎 而且還有人說不幸 不幸喔 真的 我朋友可能跟我太熟 沒有人想要看我的直播 所以是說從整個高中 高一 一直到高三 高一上結束以後 我就跟她在一起 好 然後從此我就被她綁住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坐旁邊 你說笑話 對 然後我 我 因為妳知道 我不能去跟別的女生聊天啊 幹嘛 趕快升級 笑話佔有欲還蠻強的 她是處女座A型 石人花 對 然後她就是 處女座A型 我覺得我要保留一點 手勢在幹嘛 沒有啦 但是 我說真的 那時候我壓力很大是因為 第一個 那個我不知道是不是愛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苦 然後我說真的 我每次送她回家 自己回家 都一直流眼淚 蛤 因為我覺得 那麼嚴重 因為她心理壓力很大 是有人會賭妳說 妳是在臭屁什麼 是喔 教笑話很了不起是不是 你說對了 沒有 那時候 我們就是 就是 高一 你知道很沒有自信 那時候也很沒自信 我不是說我那時候捲頭髮 然後我就 就是那時候很多帥的都是留 郭富城那種頭 就郭富城頭 我那種就是 很奇怪的一個頭 就想要拉直 但是又有一點捲這樣子 反正我記得我 殊不知人家下海就喜歡捲 對啊 也沒有 因為 我跟你講她是喜歡我的身材 是我後來四十幾歲 我們在營造的時候 才知道 我那時候問她說妳那時候喜歡什麼 然後她就看著妳說 我都以為是我幽默 我當班長 我有領導力 喜歡妳的身材 她說是 我有一次看到妳的身材 然後你知道嗎 全部高中同學笑翻說 因為她看到我們現在有點 依稀忘記我高一 那時候是瘦的這樣子 這不 可是高中男生 我Facebook有PO一張 我高中 好 照照剪的照片 我們請導播放一張 你開不了的照片 我高中的照片 這樣子 這樣就清楚了 可是高中男生身材好的 應該滿多的 沒有啦 因為那時候就愛運動 然後就沒什麼吃 對啊 好啦 反正初戀 其實到後來我 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我人生最沒有自信的一段 這樣子 那你們到什麼時候分開 後來上大學 上大學那時候 我們不是很想要騎摩托車 對 就是去考駕照 然後我的夢想就是 載著她 她從後面抱著我這樣子 那時候夢想還滿無聊的 很單純的 對 後來 反正後來就是 我就會去載她 去她上學 我們還考兩個間不同的大學 她考上實踐 然後我都會跑去她 南京東路那邊的家 載她去實踐 我再回來這樣子 那時候還沒分手就對了 畢業後其實 你們站起還滿久的 那很久 三年多吧 那很久 三年多 後來是她跟我提分手的 那原因是什麼 其實 就是要身材 因為你發譜了 身材不好 身材不好 可是我跟你講 我永遠記得 那時候跟我提分手的時候 我應該要很難過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如釋中負 我跟你講 我的心理壓力真的很難 你不會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教過 就是你知道外表上也不匹配 然後你又自己又沒有自信 然後所有人 整個學校在攻擊你 還有外校的 這麼誇張 真的 可是你上 你高中畢業之後 就之前也攻擊不了你了 沒有啦 但是後來因為那個 她也有她的生活 她是建築系的 然後後來就慢慢的 越來越疏遠這樣子 對 可是我說真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後來為什麼是 大學以後才 有點 找到自己是外向熱情 因為我高中就是被 被自己是壓抑的 就壓抑住 而且我真的每天 送她回家我都會覺得 這就是愛情嗎 就是這麼苦嗎 然後就會一直流眼淚這樣子 就跟女神在一起壓力很大 對 所以很痛 那你也不知道她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就會理解那種 那種什麼螢幕情侶啊 就一直被關注的那一種 我就覺得那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老師你為什麼要跟她和解 就是你那時候 心裡面是有怨的是不是 然後 不是 你知道很特別後來是 她後來也結婚也離婚了 然後我們班的女生很特別 美術班的女生 基本上有一半都離婚了 對 然後他們就會討論 然後她就說 她就跟我另外一個高中同學說 她欠我一個道歉 然後我幫同學還跟她講說 那你就跟阿智講這樣子 而且我們 我們都不期而遇的那種 然後她有一次就是 特別我去高高 我去台中演講 她駐台中 然後她就特地來聽 然後我就嚇到 我想說 你怎麼會來聽 你認得出來就對了 我認得出來 我認得出來 是對方認不出來 對方認不出來 沒有啦 發狠字太多 人家在那邊感性 變紅色鬼 沒有 沒有 她又喜歡穿粉紅色的 就真的很像姑姑 不是 我跟她第一次見面 也很特別 是她老公的演講 跟我擺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就很多人 不是下課會來找我 問問題 她也排在那一邊 當她出現我面前的時候 其實我整個嚇到 因為那時候我老婆也在 我老婆還記得 在台中的一個叫Petrakucha 然後我就是 故意說 這我前女友 其實我是要化解尷尬 但是覺得我變得更尷尬 對 其實更尷尬 大家都很尷尬 然後我就自己一直在那邊 什麼什麼 然後你那天太太在那邊 好尷尬 那天太太的反應是怎麼樣 她就是這個表情嗎 又在剝頭髮 沒有沒有 又在剝頭髮 她 就是 我覺得我老婆是一個 比較不會有太大 情緒起伏的人 但內心其實頗然壯過 我回去有問她 然後她就說其實也還好嘛 笑花也就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你們女人就是有沒有 最終還是會落到比較的那一種 也還好嘛 那時候碰到 但是後來有一次 大家可以 等一下 大家可以去我的臉書看 昨天我有PO 阿滋跟她太太的照片 她太太真的長得很像 看得起來像她女兒這樣子 對 很過分 她太太是有條件說這個話的 對啦 笑花也就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你這個故事的保護色非常的濃 怎麼說 因為她講了一個 講好像說一副她是受害者的這種角色 然後她自己 沒有 可是我是真的 沒有感情上留戀 對 而且都講得好像說 她也沒有真的愛這樣子 沒有 可是我 很避險 應該說我也搞不懂 到底什麼是愛 這個好會 好會脫罪 不是 你這個昂姑貴這樣不行 然後我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上了大學以後 我才開始覺得 有點就是 你知道全身的束腹都增開了 束腹是不要長小腹那種束腹嗎 馬甲 束腹 束腹 你在中文系 中文系的不好意思 講這種束腹 因為我剛剛你講的時候 我剛剛看到老師也皺我家眉頭 我是認真 就是大學以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沒有那些包袱 我其實會 所以你跟你太太什麼時候認識了 她是我學妹 是大學的學妹 她是眾多愛我學妹的其中一個 最不起眼 你好好講話 不起眼的 她真的那時候也不起眼 那個 後製的時候 我在把我 看我老婆願意的話 我把她大學的照片丟出來 就是我跟她 為什麼學妹都愛你 對 那時候我蠻瘋 我就放飛了 然後就是當學生會長 然後什麼主持 反正學校 這樣大家就愛你就對了 就有才華 基本上 對 女生 那時候以後來 這麼多學妹愛你 你後來是怎麼看到你 你太太 好我跟你講 我老婆那時候很特別 就是她就覺得這個學長還不錯 因為我沒有想要 狩獵她 狩獵她 所以她講什麼 我就好 反正我就是完全 對她沒有任何的 那種 所以你那時候沒有看上她就對了 對 講到什麼沒有狩獵她 其實就是你那時候 對她還沒有感覺 但是這樣很自然 所以我老婆那時候 我記得她跟我講 所以就其他人 在你面前變得比較假掰 反正你跟她比較自然 我跟她就很自然 因為我就是直講 就是她有一次跑來 她那時候喜歡她們班上 另外一個女生 這也是經典戰術 她喜歡班上另外一個女生 她就會跑來找我聊 然後聊一聊我就睡著 你竟然聊到 你是有沒有尊重人家 而且我跟你講那天還是冬天 她那時候說你很過分 你睡著 真的很過分 你在什麼場合睡著 我在我的宿舍 我那時候有工作室 就是我們美術系 這是你們兩個人在的時候 對 我們兩個 可是就是 然後你竟然睡著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她又不敢 因為很冷 然後越黑風高 然後她也不敢 她等到天亮才自己走回去 然後你就睡著 所以我要講這故事就是說 那時候我真的對一天 邪念也沒有 因為你有邪念 你怎麼睡得著 對吧 對 你講得那麼驕傲的幹什麼 對 而且 沒有 可是我 她又舔了 她又舔了嘴唇 她又舔了 她又舔了 她又舔了嘴唇 沒有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人不要太鐵齒 因為那時候 你如果現在做時光機 回到20年前 跟她跟我那時候的我說 妳的老婆是那個學妹 我跟你講我打死不想 那我想知道後來發生什麼 那轉類點是什麼 對啊 Turning Point 是什麼 Turning Point 你講快一點啦 粉絲一直說要聽葉教授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一個人講了半小時 Turning Point是什麼 Turning Point是 我不是去上海創業失敗了 對 然後後來回台灣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身無分文 我是靠她救濟的 然後你發現 露瑤芝麻利 日久見人羞 對 我跟你講 我覺得真正的贏家 感覺大家都說她很傻 在等我 我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同時腳踏好 好幾多條船 對 就劈腿 我從來腳很少喝 併擾鍋 共多拉船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有點像那個直排輪有沒有 腳都要開開的 可是我跟你講 摩羯座就是這樣 我說真的 那時候從上海回來 我會發現 你去上海我也是 你知道上海嗎 男生到上海又年輕 花花四季 講重點 重點是回來以後你發現 當你一台一艘船 開了全世界以後 你發現有一個港 永遠近近也在那邊等著你 這個港就專門要挺你這台船 你這番言論也是很渣啊 沒有 可是我說真的 那時候回來 我就覺得說 Turning Point 就是我覺得 好像 有一個人守你守得好久 而且你當時是因為生無分文 你是一艘生無分文的船 船上都沒有 他當初不是生無分文 船已經剩骨架了 他又運動 又繼續遊戲人間 是這意思嗎 也沒有 那時候也回來 創業後來 後來回來是第二次創業 然後那時候也是很辛苦 就是 也沒有錢 也沒有賺錢 然後就 那時候我就覺得 就反正我老婆就是那種 一直在那邊不吵不鬧 但她就會等著你這樣子 那很難得 真的蠻難得的 後來 所以你知道嗎 我以前 沒有人覺得我會結婚 我也覺得我是一個 你是玩咖玩到這種地步 讓大家覺得你不會結婚的 腿都沒有合起來過 我以前真的蠻玩咖的 腿都沒有合起來過 腿都沒有合起來過 有啦 我以前真的在 偶爾會合起來 腿會合起來一下 結婚才合起來的 但是就是大概是這樣 然後有一次去她家 然後她爸招待了鴻門宴這樣子 鴻門宴 鴻門宴什麼意思 她那句話超經典 我到現在還記得 就一去她家 然後我就想說 糟糕擺這個正式 就是這個菜色 就是要逼你提親 一定有鬼 因為我平常也會去她家吃飯 所以剛剛特別攝操就對了 對 而且很攝操 很大桌 還有其他親戚朋友嗎 有她姐姐跟妹妹 沒有啦 就姐姐妹妹都在的 然後 我那時候就記得 他爸是山東大漢 你們哪時候考慮 跟我們梅芳 一個怎樣 有沒有繼續什麼的 給她一個交代 沒有交代 就是說你們也在一起這麼久 多久 那時候多久 其實我們嚴格算 在一起真的很久 但中間一直交 她就腿一直很忙 腿一直很忙 所以我才說她靜靜的站 她也不吵不鬧 然後也很好騙 不是啦 是真的啦 好好講話 沒有好好講話 她自己也 我們這個優質的節目 我們這個 你不要逼我到時候把你踢出去 沒有就是她很願意相信我 應該這樣子 我只要講什麼她都 她都相信這樣 對 所以那她爸就講了一句話 說她哪時候要結婚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男生最常講的就是什麼 我現在沒有事業不穩定 沒有錢沒有房 沒有什麼 然後沒有辦法給她一個好的生活 等我再努力一兩年 然後爸就講一句話 一年 沒有 她就說 結婚 在我們那個年代 一張床就可以結婚了 講得很有道理 再來 床我幫你 我買床 床我來出 所以那一句話我就想說 氣迫 對 然後所以 那一天開始 我才真的有想到結婚 你在當地還怎麼回答 沒有 我就是 就人中一直這樣 人中一直蠕動 等於是你 人家 人家只需要一張床 他的論述 床我幫你買 對 那你還要 你回什麼 那你就說 好 沒有啦 我就說好 那我 回去就想想看 不是想想看 就是有點就 就這樣子 他就放你過 他也沒放我過 但其實從那一次以後 我就開始把結婚 就不敢去他家吃飯了 沒有沒有 我就把結婚這件事情 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然後後來又過了多久 終於說OK來結婚了 沒過多久 一年內我就 我就 我走行事走得很好 要求婚嘛 要幹嘛 要幹嘛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求婚是怎麼求的 你先講你的 我就會講太久了 沒有 你先講你求婚怎麼求 我的求婚很靠北 怎麼樣你要講看 你求婚怎麼樣 說啊 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老婆很單純啊 她其實感覺到 我有約一個時間 感覺好像要 對 她有什麼感覺 好像有事要發生那樣 然後她也大概知道 因為從剛剛鴻門宴 大概半年 然後我就說 我帶你去吃一家餐廳 然後是在101求婚的 那個 反正就頂樓有一個什麼 什麼鳥日子 隨意鳥地方 隨意鳥地方 不是有一個地方是求婚位 對啊 就是只有兩個座位那樣子 然後我就約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101上面 有買那個 那個 霓虹那個要亮燈的 這都滿刻意的 101那個 不是 不是外面 是裡面 我以為外面 然後還說很多 還買了跨年煙火 好 那我跟你講 最好笑的是 因為 你知道我老婆就是那種 笑會藏不住 會一直BBR球這樣 因為我去載她 然後又穿西裝打領帶 就一看就知道要幹嘛了 所以她就很期待 然後你知道嗎 一路上 然後又搭電梯到頂樓 然後我還找人家把花 這樣佈置那個座位 那一看就要求婚的啊 對啊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臨時改變策略 我說 這樣隨便讓你得逞 這樣對嗎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沒有求婚 對 你還說吃完 然後你知道嗎 你只要從包包拿個東西 她就這樣 來…結帳 對… 她就一直期待 然後期待到後來 那個坐電梯下去的時候 我印象超深刻 她忍不住 她說 妳到底 妳到底是不是要不要給我交代 類似這種 她已經急了 妳知道嗎 因為整個過程 那麼浪漫 然後又幹嘛幹嘛 我從來沒有 因為我後來臨時改變 然後馬上跟她姐通電話說 我現在不會在這邊求婚 我想要載她回家的時候 跟她講 我不適合婚姻 讓她跌到谷底 你看好… 這個很殘忍 我跟你講這樣才會難忘 不然妳剛剛得逞 好 然後最好笑是什麼 她去洗澡 然後我就跟她姐串通 開始把東西布置 洗澡到 妳要不要哭著去洗澡 對 她很難過去洗澡 而且她出來的時候是沒妝 你跟她講完 然後讓她去洗澡 不是 我們後來 她就送她回家 我送她回家的 我送她回家的 途中我跟她講說 我們不適合 我覺得我這個人真的還不太適合 她太太會不會先 這招有點很 但是這是真的 她可以講 電話馬又回來了 對 然後 可是我就想要做 妳知道我們這種做策展的 我要讓她一個難忘的求婚 我怎麼可以讓她這樣子 順順的 然後就這樣 在這浪漫的地方 反過你就等到她妝髮都沒了 對 然後她超生氣 她其實後來生氣 對啊 然後因為我還請我朋友攝影機在拍 然後她都妝髮都沒了 對 她就說 妳為什麼要等我這麼醜 然後從廁所一出來 我就跪在廁所面前跟她求婚 然後大家快笑死 然後她超生氣 但是又很爽 果然她的橋段都是在設計 很心機很重 沒有 可是妳不覺得 這樣子一輩子 可是在101這樣求婚就沒了 可是妳看看她的求婚 就是在眾人的哈哈大笑之中 對啊 妳不覺得這個 這樣真的好嗎 然後她本身可能剛洗出來 好像包豬婆那樣 可是妳知道嗎 外面那時候有誰 就她的姐妹而已 姐妹還有我朋友 還有女朋友 對 因為她有人拍攝 那妳沒有想到她 沒有 後來我才覺得 因為她就是 後來因為我結婚 把這影片PO出來 她超生氣的 人家都是很浪漫 她說我打扮這麼漂亮 這樣妳不拍 然後我回去她洗完頭 戴個很醜的眼鏡出來 妳再拍 這個我會生氣 不會 因為 我在跟她求婚 我知道這一點可以贏過一次 我覺得只有妳自己在高興 我不知道 要不要開放Call in我老婆 覺得怎麼樣 妳自己 可是我跟妳講 沉醉在自己的橋段裡面 可是我跟妳講 臉上氧溢著一個得意的神聖 結果那一天我突然想到說 最後的贏家是我老婆 我都以為我在洗弄她 舊主心 舊主心 對啊 不是贏家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就是其實 她才是那個掌控局面的人 怎麼說 而不是我 我不知道 好像就有點落一圈 還是跑不太 妳就覺得她好像是那個觀音 對 我好像是那個 潑猴有沒有 就自己 怎麼樣啊 弄妳求婚 在她的手上繞來繞去這樣子 最後還不是結婚生的孩子 然後為了要今天講感情 一個禮拜在那邊暗大 昨天還寫了一個 一篇求生的文章 還被葉秉承拿去公審 然後被她拿去公審 妳看我犧牲多大 所以 好啦 我覺得大家很想聽 葉秉承的愛情故事 沒有什麼 老師來講講看 老師妳 對 那個 所以我在大學 我常跟學員講說 妳如果有什麼 求學啊 工作上啊 或者以後找工作啊 或是什麼 這些問題 都可以來找老師 老師可以給妳建議 但是 只有愛情我沒辦法給妳建議 感情我沒辦法 因為老師只談過一次感情 就大一交一個女朋友 就一路 到後來就結婚了 所以也沒有 我剛剛刻畫這麼細緻 妳可不可以講說 妳跟妳老婆怎麼樣見面了 那妳是怎麼認識師母 沒有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的高中同學 我的高中同學 我的高中同學跟 她的大學同學是 那時候是一對 你的高中同學 你的高中同學是男生嘛 建宗 對 建宗 跟她的大學同學 大志工同學 是一對這樣子 然後妳們就湊成2塊去玩 等一下 已經過了剩20分鐘了 沒關係 今天再講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是一對嘛 然後後來 因為我太太是西羅人 雲林人 雲林人 然後我從高中的時候 就是在北宇女 自己一個人來台北念書嘛 然後也說在台北 反正就一直都一個人啊 然後所以她同學 就跟她的 跟我高中同學說 妳要不要介紹一個誰啊 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 就湊在一起出去玩 就Double Date啊 就是一個本來也是Couple了 然後他們出去另外 他們各自找各自的同學 各帶一個小跟班 來一起 我後來還記得 那個第一次去看 兩個就 兩隊一起約去看電影 看喜宴 看李安的喜宴 我還記得 這算藝術電影耶 然後我還記得 那時候是約在公館 公館有個頂瓜瓜嘛 東南戲院 東南亞 東南亞 那都是在那個頂瓜瓜嘛 然後就 然後就吃個頂瓜瓜 四個人在那邊一起 吃東西之後 然後再去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就看電影 看完以後 就 可能我同學 就問說有沒有興趣再見面 我說好啊 就再見面這樣子 然後後來 第二次就 他們兩個就沒有去了 就單獨了 他們就給我們票了 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 他的那個同學 很貴你在笑什麼 他同學媽媽 是在那個戲劇公 那個電影 電影院的那種公會 很貴很不尊重人家 就是好像有票給我們 我覺得就是很老派 你知道 我還記得那個票就是女人鄉 是艾爾帕西諾嗎 艾爾帕西諾 艾爾帕西諾 然後就 那個 就那個電影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就去看那個時候 就那個時候就很賣座 結果那天約的那個時間 就只有 那個 最後只剩下 那個位置的 電影院的第二排 的最右邊 第二排就很靠近 那個大螢幕 然後最右邊就看到 看了兩個都脖子都快 快歪掉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他就是 他就是微積分很不OK 微積分 人家比你說他微積分很不OK 微積分就是不OK 然後 所以你跟他開始 是從教育開始 我是數學系的 翻轉教育 那時候又 那個 你從大義就翻轉教育 教育就從大義 那時候其中考就快到了 然後後來我就說 不然微積分 後來又到我微積分 我可以來教你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還沒在一起嗎 沒有就這樣自然而然的 就是就開始交微積分了 自然而然的開始交微積分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 一個好處是這樣子 就是說 像你這種 比如說你去追一個女孩子 或是幹什麼 對 那還會有曖昧 還要告白要幹什麼 對 我們這種是像相親的 相親就是說 要不要跟你見第二次面 就代表大家有沒有意思 有沒有意願要走下去 所以就不用那種很複雜的 在那邊 我要告白 我不告白 我告白不告白 就是基本上會跟你 就是大家說 兩邊double date 然後各自的朋友問說 有沒有興趣 再繼續 這個 通常 通常如果覺得你說不OK 不想再見面了 大家就知道 所以這句話就表示 大家彼此還是有 我真的完全沒有這樣的經驗 蘇洋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所以我跟你講 我其實一直覺得 這種相親似的 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剛剛透過老師的側面 這種相親似的就是 要嘛 如果有興趣在一起 就見第二次面 蘇洋這看起來超困惑 他一直這樣 他這種就是 不是 那第二次去看完電影 然後就交微積分 是這樣嗎 就在一起了 是交微積分之前在一起 還是交微積分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相親 只要第二次輪出去 就基本上算在一起 就在一起了 這樣子 你有牽他手嗎 你確定 人家有跟你在一起 牽他手是這個 還是老師你一直都是誤會的 後來 他可能 他會在一起的定義 後來我們去 一直誤會到現在 是國務紀念館 看一個什麼展 然後出來 然後出來 然後出來就過馬路 之後我就牽他的手 就這樣子 有牽 這個也算有天分 沒有 但是我就覺得說 還是因為誇紅燈 我覺得相親這種方式 其實是蠻好的 省序 大家那種 要告白不告白 或是說本來是朋友 告白會不會 之後朋友做不成幹嘛 這種就叫做理工科思 對 我跟你講 就是在那個曖昧不明的時候 糾纏態有沒有 量子力學 糾纏態的時候 就是 就是 不是 為科學 不是在一起 跟不在一起 中間那是最美的 我現在最想要就是那一種 老師沒有這一段 他就喜歡遊戲人間 對 等一下 我們就不是這種人 我們就喜歡找到 對啊 說說理工科 因為我科生不太一樣 對不對 你就是 因為我剛剛真的 不太理解 剛剛那個process是什麼 然後求婚這件事情 那什麼 求婚這件事情 我可以講一下 對 那你們在一起好久 超級久 在一起多久才求婚 沒有 所以是這樣 我就大學就四年 然後就教他為積分 然後碩士班又兩年 就六年 就一直教我積分 然後當兵又兩年 就八年 哇塞 那時候因為已經設定好 就是說我要出國念書 他有在那邊等嗎 本來就想說 要跟他結婚 但是我說實在 求婚這件事情 我真的做得沒有很好 真的 我是覺得我求婚 真的做得很糟 大嫂 你老公現在 有在跟你道歉的意思 洗澡出來 我的求婚真的很糟 來 聽聽看 不然大家聽聽看 是真的很糟 真的很糟 是真的蠻糟的 看一下你跟書兩次 這件事情發生在 我當兵的時候 那我當兵的時候 我在飛止步 然後我是 什麼部 飛止步 飛彈指揮部 然後我在飛止步做的工作 就是電腦關 基本上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知道 我現在交簡報 對不對 我當初為什麼會交簡報 是按了就會飛彈發射嗎 不是 因為我在 明明就五六天 我在 不要插嘴 我在飛止步 當電腦關的時候 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台灣 差不多在那個時候 台灣花了一百多一百 愛國手飛彈 剛剛好 部件好 所以那個時候的總統 李登輝 還有國防部長 這個什麼 這個 湯耀明 這些參謀總長 湯耀明 他們常常會來視察說 這個飛彈運行得怎麼樣 每次他們一來 我們指揮官就要做簡報 我的工作就是要做PowerPoint 所以我的PowerPoint 都要畫一個 就是畫一個大陸 很大的大陸 然後旁邊要畫個台灣 然後我們台灣也把它畫得 跟大陸一樣大 OK 然後從大陸這邊 就是土岸的意思就對了 然後大陸這邊就有飛機 銅色的戰鬥機飛過來 我們這邊就有英式飛彈 像天空飛彈飛到去 砰這樣子 所以我整整兩年都在做 這個動畫這樣子 然後我那動畫做得之厲害 我們說到厲害到 就是後來那個陸軍總部 因為他們會有什麼 漢光兵器推演 然後他們漢光兵器 也都是會有PowerPoint 什麼詳定 都是你做的 因為看到飛止步 我們做那個動作 那個樣子 然後陸總部就覺得說 他們動畫也要做的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就整個 漢光兵炎兵推 就被我們搞得像 PowerPoint動畫大帥一樣 那我最幹的就是陸軍總部 因為我們那個飛止步的 那個檔案要送到漢光兵器 推演之前 都要經過陸總部 靠一堆 我因為動畫都被他摳去 超不爽的 那你也不能怎麼樣 反正我後來就是會 我會交簡報跟覺得說 林北PowerPoint很厲害 我整個是兩年都在搞這個動畫 老師 等等 跟這根球 好 所以我就是在 是不是他在跑 對啊 我就在飛止步 就是在做這種事情 做了兩年 然後我也必須坦白講 那時候我部隊那個長官 真的滿機車的 而且他做的一些事情 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不認同的 比如說 算了 反正就是真的很不OK就對 很不OK 比如說會有一些 我是電腦官 我管電腦的 他會希望我怎麼樣 會有一些指令 要從裡面拿一些零件 反正我覺得是不OK的 我非常不爽 然後我就非常討厭我的長官 然後有一天 我突然 因為我那時候是御官 我那時候突然跟人事室的御官 另外御官聊天的時候 發現說他跟我講說 不知道為什麼會講到他說 結婚可以放14天的假 我天啊 我要阻止一個悲劇的發聲 然後我就跟我 這個是妳的初衷嗎 我就跟我再來講說 我這14天要定了 害我把我麥都撞歪 我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就覺得我不能大嫂好偉大 妳才更過分好不好 我剛才已經叫我過分了 我從一開始就講說 然後妳他也就說 好吧 那我們來結婚 問了妳14天的假這樣嗎 然後他還說我要定了 又賜鬼 然後因為他那個 申請這個結婚公證就可以了 你只要公證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這個規定還有沒有 他還一直在講下去 我現在不知道這個規定有沒有 如果現在當兵4個月的話 你可以放14天的假 你看就放掉半個月去了 放掉8分之一了 他還在講怎麼辦 對不對 你那時候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會跟他結婚 我其實對他有點憎恨 你那時候會跟他結婚 不會 我不會為了14天 我寧願把牙牙的過去 總之我就 後來我就說 你就回去來跟你老婆討論 因為其實做到 他就回去說我要這個 我們在一起8年了 本來就是已經有 那共識要結婚了 只是時間了 只是說要什麼時候 有沒有一個奇蹟店 所以後來我就 你回去跟他討論 對 他也同意了這樣 所以那個話術是 有14天我要訂了這樣 因為我 那14天 我先講完 那14天 14天就是 因為週休 那時候假可以排假 然後週休二日 那你如果隔週 你看14天的話 你可以連到三個週末 對 就是三個週末就六天了 等於說放了一個月了 六天就20天了 然後我又選在 我又刻意選在 2月那一天 2月又有7天的 他現在在說他結婚很划算 2月又有7天的春節的價值 你聽懂他的邏輯嗎 對 就是他一次人家14天 他結婚可以休到20幾天 假湊的滿滿的 27天 湊滿湊的 然後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假單 我就在訂就是 除夕那一天 就是開始放這樣子 然後聽我講 我假單也都過了對不對 結果在放假前 我的那個長官 我說我覺得 我很不認同的長官 就把他嫁到辦公室去 為什麼你放那麼多天假 不是 他說秉承 我家的電腦壞掉了 等一下去我家電腦修一下 他就看不爽我放假 叫我去他家修電腦 我說報告長官 報告科長 今天是除夕耶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不然你明天拿我家修電腦 我說報告長官 明天是大年初一 然後他就拍桌子 說不想來就不想來 說那麼多謊幹什麼 我心裡想說靠北 我一個預官 中華民國預官 我為什麼要去你家幫你修電腦 我那時候三字經在嘴巴變 就是要把它吹下去 你知道嗎 在嘴巴要罵出來之前 我突然 不要 罵出來 我到時候 我的前途 你也不知道他會怎麼去搞你 然後他就硬吞一下 說故事畫風一遍 報告科長 我請文書斌國良去你家幫你修電腦 他在那邊 就很機車 就很機車 然後我就這樣子 過了27天的假 就是逃離那個 你不知道這個 但是好我要問 你那時候就是跟你老婆去公正 這樣子而已 對 那你有跟爸媽講過嗎 有 那你有跟爸媽講說 他想要放假 14天的假 你又不是沒當過 明天那一天假都超珍貴 那可以14天 你就這麼珍貴 嚴格上來說 你的媒人是那個機車長官 沒有 我本來就要結婚了 他逼得你迅速的 我們本來就要結婚了 那你在話術上 不會把它調整得浪漫點 老師 沒有這個沒有辦法浪漫 做得要真實 那嫂子 你覺得他有沒有一點點遺憾 還是什麼 沒有 因為我太太不是那種很浪漫的人 以前我做過一些浪漫的事情 他會覺得說 幹嘛 浪費錢 浪費錢或是幹什麼 所以他就不是這種浪漫的人 所以你如果說弄這種求婚的這種 有些時候他可能還會覺得很不舒服 尷尬 有可能 那這樣我們就實際一點 那你做過什麼 他比較滿意的浪漫的事情 就沒有什麼浪漫的事情 出去賺錢最浪漫 沒有啦 也不是這個樣 但我覺得他就不是那種 沒有 跟我老婆一樣 我老婆也算 很理智的人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是說 所以我跟你講 我其實後來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適合走一輩子的 不一定是要那種 坦白說愛得死去活來那種 刻骨銘心的 其實很難走一輩子 就是你可樂不可能每天喝 那你愛得死去活來的是誰 我覺得那個時間因為剩7分鐘 所以 我覺得我們今天怎麼 我怎麼一下就 這麼快就結束了 對啊 我們有準備很多話題耶 還有什麼小孩幾歲可以交男女朋友 對 我們本來想要談的是從 我們的情感談到 孩子的情感教育 比如說幾歲可以交 還有時間可以聊啊 你們這個教育分類會不會被檢舉 不會啊 不會啊 我們就是這樣子才 我們現在已經是不分類的 我們現在是不分類第一名啊 對啊 沒差啊 我們在講感情交易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一個問題啦 還是要稍微扣回來啦 如果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家長的角色嘛 對 你們覺得幾歲可以交男女朋友 可以談感情 我就沒差 幾歲都可以啊 國小五六年級也可以嗎 我覺得現在小孩好像不是 我們覺得可不可以 他們就是會很早自然而然的發生 而且他們其實我有發現 他們對談戀愛這個事情沒有像 我們以前是被逼得很緊有沒有 因為就是長輩說不行 你要好好念書 你要好好念書 可是現在好像比較鬆動了 反而他們沒有那種 因為他假設沒有說服力 他跟夏花 對啊 在一起三年了 對啊 沒有 我國中也是有愛的人啊 你國中就有愛的人 我國中有一個愛錯人的故事 什麼愛錯人的故事 什麼愛錯人的故事 就是愛上一個我們學校 愛上一個不看愛英格成 我們學校最大尾的女生的 太妹 太妹最大的 然後她的男朋友是 我們學校最大條的流氓 你的愛情故事都很離奇耶 然後我跟你講我就是覺得 有沒有 身分全書啊 我們這種市井小民 他們在學校是很風光的這樣子 怎麼講到這個 沒有啦 我在講說教養 就是那你呢 你覺得 罵罵什麼時候可以交男朋友 罵罵 我覺得 它如果真的發生了 就是 我沒有 我時間沒有設限 對 我覺得時間沒有設限 對啊 其實我實在 我覺得很多爸媽都覺得說 國中的時候 高中都不要交女朋友 不要交男朋友 不要交女朋友 上大學自然就有女朋友 我用這種噴笑耶 很多人上大學 為什麼我上台大上大學 都沒有女朋友 你把他弄醜一點 就像我一直長相李開副 然後到很後面 他就會沒有 沒有 我覺得其實 說實在很多時候 大家在跟男女相處 或是也不要講男女 有時候搞不好跟伴侶相處 對不對 大家其實 不知道跟另一半要怎麼相處 過去也沒有這種經驗 對不對 其實你想想看 如果搞不好你遇到一個很愛的人 但是你因為以前沒有經驗 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有些不應該生氣的事情 你就亂發脾氣 但不是很可惜 你很愛的人 只是因為你過去 沒有跟另外一半的人 這種相處的經驗 以至於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做一些很多層次 你會回到三道猴子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更早以前 不管是高中 或是什麼時候 你就是有跟另外一個人 交往的經驗 可能失敗 但是過程當中 你會學到說 原來我這樣子講話是不OK的 原來我這樣子情緒勒索 是不OK的 我原來的 那等到你大學 或是你什麼時候 你遇到一個真正很適合 你真的很愛的人 你可能就不會犯那些很愚蠢的錯誤 你有機會 跟一個你真的很愛的人 那我問你 如果你再重來一次 你會不會想要早點交女朋友 在建宗 可是你高中的時候 就長得蠻可愛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建宗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視野比較窄 說真的 沒有 我還是講 我就一直都被那個成績制約 被綁架 就覺得說要把成績過 就是好好念書 所以你就已經資優班 你要進步到哪裡去 沒有 資優班裡面也有厲害的人 但是我還是很厲害 當我沒問 好玩 所以我覺得 還要交北宜你的維基分 沒有維基分 對我來講我覺得 情感教育早一點有這樣的經 就是有這樣子的 談感情的經驗 我覺得是 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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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是最特別的 我是超喜歡我 兒子趕快交女朋友的 不然我這樣Facebook都沒得寫 你這樣不OK 你像是消費自己的小孩 沒有啦 但是我是鼓勵 年輕的時候多探索 感情也是其中一種 那你只要 其實就是要他們來嘛 然後多了解嘛 就不要讓他們覺得 因為要違背你 所以要偷偷的去談戀愛 對啊 那才更危險 我覺得那個Yvonne想得很對啊 學生時代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講 好好念書 然後出生會說 為什麼你不結婚 他出生會說 為什麼都不談戀愛 為什麼沒有對象 為什麼都沒有主見 所以就是這樣 不然小的時候 小朋友都很多話要講 很愛講話 然後就跟我說 不要講話 國中高中的時候 風紀股長寄名字 寄一寄 慢慢的大家都不講話 不講話 念大學出社會的時候 台灣的長輩又不爽 你看看人家那個中國 人家那個大陸的學生 多未講 多有想法 台灣的學生都不講話 後面就聽了覺得說 台灣的長輩真的是 人家小時候很要講話 又要馬好 又要馬不慈善 長大的時候 為什麼不講話 小時候人家要追女生 追男生 然後長大就說 為什麼不結婚 所以我覺得 台灣的長輩實在是很難討好 對 我覺得因為時間 我覺得冠影今天 我們兩個是不是又太搞尾了 我覺得他 沒有發揮到他那種 靠北的實力 不然就是這樣子 不然下次 布爾你在日本再久一點 我們下一集再請 下一集又是為什麼 對 下一集再 因為布爾 他一直說他怕他變太紅 那現在已經 有點紅了 所以他現在怕他 失去他的價值觀什麼的 對 所以 我覺得布爾的考慮太多 我可能說一件事情 太奪履了 因為這個 這個在我臉書上 我最近有在做一個調查 我想說各位 如果在聽Podcast 或是說在看直播 如果你是爸爸媽媽 我想說請大家 可能就是可以去我的臉書 去做一個問卷 就是說其實我現在 目前我們正在思考 我正在思考評估說 要不要做一個 關於親子教養的 這個一個線上課程 那為什麼做這個課程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我其實看到現在很多的家長 其實都很焦慮 特別你知道全世界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就教養小孩這個事情 因為你想想看 你用不管用什麼方針 去教養你的小孩 要多久才開獎 那起碼要20年 20年後你才知道 你這樣教養他有沒有成才 我就問 我就問有哪一個家長 這麼傻脫 20年後有一天說 哇 爛掉了 就有這麼傻脫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會很害怕 就說如果一件事情 是要到20年後才開獎 如果開獎爛掉 又沒有辦法再回頭的話 你就會很焦慮 可是我們現在 我自己在看台灣的家長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剛剛到處網路上找文 比如說小孩子被人家欺負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或是說小朋友被霸凌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小朋友就是一直會找方法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說為什麼會焦慮 因為你看這個專家講的這個方法 跟另外一個專家講的方法 流派很多 這流派很多 甚至有衝突 那你這時候就不知道說 到底是要聽誰的對 然後這個就會變成是很大的交易 說這個方法這件事情 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找的方法好像不是很一致 那我要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我自己認為 這個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家長都在談 親子教養這件事情 你知道很多的事情 而且我們會分所謂的道跟術 術就是技術的術 道跟術 道就是一個原則 一個法則 一個心法 一個價值觀 術就是單純就是方法 那其實教養小孩這件事情 我認為就是要談道 就是你要有一個正確的 或是你要有你自己的價值觀 跟重心思想 那接下來遇到孩子 遇到各式各樣的事情之後 你就知道怎麼樣依據你的道 去做反應 去做反應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 大家在談 爸爸媽媽在談 親子教養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少去談那個道的成果 是 談技術 對 一直談術 對 就是 什麼要什麼 閱讀素養 什麼 不是 不是 談說 道哪一把 這個 大家都只談 心中無道 就會一直在找各種術 所以你那一堂課算是 九陽神功護體 學什麼武功都快 其實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 其實很多爸爸媽媽會說 這個要 我想要遇到這個事情 我用這個方法 對或不對 其實是 你如果你有那個中心思想的時候 對啊 就是你的價值觀有建立 你就知道說 遇到這事情 小孩子問你說可不可以做這事情 就跟做公司品牌一樣 你品牌精神拉出來 其他都圍著這個事情 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 中心思想的時候 你就一直慌嘛 亂抓嘛 亂抓 人家那家公司這樣做 我也跟著做 然後後來就試不下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說 我也覺得 其實說實在 親子教養 很多時候家長就會覺得說 我要去學很多方法 可是說實在方法很累 方法永遠學不完 事實上我覺得 親子教養不用那麼累 事實上 你如果你的價值觀改變了 你的孩子跟你生活當中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問你可不可以說 你生活當中有太多跟你孩子 有關的一些決定要做 這些決定如果依據 你那個正確的價值觀 去做的時候 就很快了 其實很多改變自然就發生了 不要你刻意說 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其實我們是在評估 就是說我其實想要做一個 這樣子的課程 這樣子說 但是因為我們也想要更了解 各個爸媽媽的需求 所以在我的臉書上面 最新的文章有一個問卷 也歡迎大家去填一下 等一下有填的人 如果我們真的評估之後 要做這個課的話 那大家會有機會 可以得到一個優惠的價錢 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 請大家也幫幫忙 幫我們做一個問卷調查 這樣子 好 最後 時間的最後 那個我今天有準備 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要給我們不良孕婦冠影 然後 這個橋段令我感到滿緊張的 對 然後 因為這個禮物是很特別 我已經有跟我老婆報備 而且蘇養是突然在羞澀起來 因為 流露出少女的神情 對 因為這個禮物是我 我其實 十年前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我都會唱 彈吉他唱歌給 她肚子裡的寶寶聽 好浪漫 不是給她聽 她也會聽到 你不是很奇怪 很難說 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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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塞 我大概十年沒有彈 但是我今天看到 冠淫有個寶寶在這裡 我想說 為 冠淫跟寶寶 我們來彈一首歌 送給冠淫的寶寶 然後也送給 在直播前的老婆 哈哈哈哈 你求生意志很強 然後呢 這首歌就是我 我真的因為每天 我都會彈給 我老婆跟我兒子聽 對對對 那有點沒 久沒彈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 在這個歌聲中 結束直播 最後跟人家說 拜拜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好緊張喔 所以我們兩個要坐在這裡聽嗎 你們可以 還是我們可以 搖其那喊拍手 我們還要把手機拿起來 可以 不要 還是我們可以自己聊自己 不行 你要專心聽 對 好 開始囉 好聽喔 總是白了 我的寶貝寶貝 給你一點甜甜 讓你今夜很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抖抖你的眉眼 讓你喜歡這世界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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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寶貝 捲的時候有個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寶貝 要你知道你最美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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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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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寶貝 孤單是有人把你想念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的寶貝 要你知道你最美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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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ya ya yeah呀呀呀呀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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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寶貝 捲的時候有個人陪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寶貝 要你知道你最美 要你知道你最美 連我看了都心動了 獻給所有收聽不良大叔的聽眾 要知道在這世上一定有 把你當著寶貝的人 太感人了 這個結尾很溫馨耶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愛自己一點 我覺得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其實還是 你知道我老婆也是把我當 她一直把我當寶貝 她只是沒有說出來 然後一直在等著我 對 所以 獻給寶寶 老師這集讓她安全下莊去了 沒有 因為也沒時間 我們已經11點07分了 對 對 有點喘 對 我那個廢火量好像不太好 還是我跑過三點這樣子 而且剛有一個粉絲說 難不成第一集買麥克風的錢 大家都還沒分 沒錯 對 她2萬6千9還沒還 然後不得就跑去日本了 然後不得就跑到日本去了 2萬6千9還沒還 因為我覺得這會變成我們一個 這兩個猴子真的很糟糕 不是 我覺得這會變成我們一個 這個品牌的文化 什麼叫什麼 你要換到100星的時候 你打到一直欠 一直欠這樣 2萬6千9 加上利息大概就變成20幾萬了這樣子 真的是太不OK了 真的太不OK了 好啦 那今天真的很謝謝冠淫 來客串我們 謝謝 聽說她真的是anytime就要升了 所以祝冠淫 生產順利 生產順利 對 然後趕快回到職場上 我們就可以再多 等我生完就可以 永恆替代Bird的位置 對 我其實也蠻希望的 還是要替代數量次 要替代我嗎 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 不行 我覺得我們兩個要打 其實冠淫還沒有發揮她 百分之百的10 那我今天比較問 你知道你們現在這個樣子 說要結尾又不結尾 就是這樣子 就像大家看那個 以前看那個戲有沒有 那個壞人被人一槍打死了 已經死掉了 然後又爬去 有 有 有 要死不死的 就結束了 好 每週一 9點半 不良大叔 每週二 Youtube不良大叔 會上線 每週三 我們的Podcast 我覺得我們最好聽的是Podcast 所以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因為時間 講太久了 還沒有時間回覆到 大家在Podcast上的評論 等那個最激巴的回來 我們就來評論 我們下一集再回覆 大家五星的評論 OK 謝謝大家 那晚安囉 大家掰掰 掰掰